因為我是一個在民間企業的一個主管 那主管很當久 什麼事情就會用比較挑剔的眼光 或是說去看別人有沒有做錯 所以往往就會弄成同事間 那個氣氛會蠻嚴肅的 那後來看到這次禁止雨之後 我就覺得說應該用比較柔和的態度 用愛心耐心來陪伴這些同事 來教他們 那因為有了這樣的改變 事實上在市場上 事實上我也覺得說 公司的氣氛也會好一點 那人跟人之間的那個結好人 真的是一個結好人 所以我覺得金字禮對我來講很受用 會不會再說 結束了